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胸腔就到了班府 班府的独特结构是什么呢 正常的是左轻动右白虎 前有朱雀后玄武 他这刚好是整个班府镇他是个道德场 就是后有朱雀前玄武 左有白虎右倾道 他这个就是等于说把后天格局 荒荡一倒 倒成一个先天格 所以在班府那修炼呢 直接就正其心 你原来的心不正 心不定 然后因为你的心脏是偏左侧的 然后利用班府那个长一下子给他正了 正了顺着这个石道馆这边 穿过胸多门 卡东 到了降宫这个 到了沟登这个地方了 就是真心到位 就是到了位这个地方了 真心降下来了 那心和义合规 那么就是到了黄庭了 心跟义合规的点就是黄庭了 那么整个就是下方修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间净土修炼的 并且要真心到位 要在自己的真的黄庭里面的 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原法点 在这里面修炼 那这个就是可以说真是有大福报的人才能来得了 所以我这次呢 也决定在这个地方开讲黄庭经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黄庭这个点上呢 给大家开讲黄庭经 黄庭经呢 大概是三十六个章节 我们准备用二十堂课把它讲完 那么大概这次你们来这个沟登修炼之旅的 来这个冬季修炼之旅的就免学费 那没来沟登的 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来的 我们的学费是两千亿 那这是什么 这是修炼 这个归中 真正回到这个自己的生命本源 自己的生命之家的核心课程 这是极机密的课程 也就是这个机缘成熟了 在黄庭 讲黄庭 所以这次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那么希望大家呢 突破一切障碍 能来黄庭这个地方聆听黄庭经 那这个意义非凡了 因为你在这儿的话 把黄庭都用这个大山给你演绎出来了 整个把这个黄庭这个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黄庭重要 我领庭登这个山 到处去这些血点看 因为这些血点差不多我们要练七天 所以是另外再去班福啊 去路易斯湖啊 去哥伦比亚冰原啊 去罗布森山啊 去温哥华呢 这个就是把这个全息的 这个东北的生门的这个生龙 练到你的体内去 希望大家突破一切障碍 能够亲自来到这个黄庭这个点 来接受这个训练